今年一月立法院公布的安宁缓和条例的施行细则 默琴的病人是可以把管让病人安息 但是前提是配偶父母还有子女 每一位都要签署同意书 才可以让病人好好的离开 这项的规定导致了有超过六成的默琦的病人 还是承受着痛苦的插管治疗 怎么样才可以有尊严的走完一生 这个星期的调查报告 我们带您走一趟安宁病房 老先生喃喃低语声音很轻 一字一句却刺痛人心 这是安宁病房生与死过渡的地方 他现在说早一点回天家也好 郑先生民国77年罹患大肠癌 相伴医生的伴侣 再也不忍丈夫承受折磨 去年二月他亲笔签下缓和医疗同意书 决定让先生好好的走 我老实讲我那时候我希望他赶快走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好累 他如果走了我也轻松 他也舒服 所以我觉得我很惨了 病房大厅阳光洒落 另一对兄妹却满事愁苦 哥哥肝癌多年 化疗把好坏细胞都杀死 如今意识已经模糊 妹妹将他送进安宁病房 悄悄取下心愿 无关对错 这是一场生死 但谁知道决定让哥哥寻求解脱 得要面对多少质疑 需要多大勇气 然后这次要带来的时候 妹妹问我说 你好残母送到安宁病床 我说我不是残母 因为他的已经走到最后的路了 我没看到他 你会想起来 不要 你有看到我 你会看到我 大家都出去走 安宁缓和条例的最新施行系则是 末期病患必须配偶子女父母 全数签署同意书 才能把管减轻折磨 但家属往往意见不一 善终之路遥遥无奇 现在有很多联络不上 或是说人在国外等等 有各式各样的情况 那这个认定上面 怎么样去表达他的一致共同同意 这个在操作上有很大的问题 越没有来照顾的 可能力见会越多 真正实际在照顾他的人 他会觉得病人每天都做这样的折磨 是很不好的 施行系则 至爱难行 现阶段台湾癌症人数大约8万人 98年平均每天有109人死于癌末 但实际接受安宁疗户的比率不到四成 也就是有将近六成的癌末病人 是在痛苦的医疗过程中死去 另外因为意外或疾病 经过两名医师共同认定的末期病患 生前如果没有预力选择安宁疗户 可能就要面对无止境的插管医疗 只为了维持生命迹象 现在怕的是说病人根本来不及做意愿表达 那一旦昏迷了变成家属在做决定 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民众每一个人都来思考 然后做了决定 除了修法让安宁缓和条例的把管条件 更符合社会期望 一个更重要的思考是 生命的善终权 其实也能掌握在自己手中